音量很高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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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量很高的音量很高的音量 我是InnoSpy 的創辦人Kelvin InnoSpy 主要是把人工智能電腦視覺 用於一些社會創新的項目上 例如幫助一些視像人士去看東西 又或者幫助一些低時力的長者 可以連接到後台的一些工作人員 或者是義工 來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問題 我們創辦這個企業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本身都是一班 參與義務工作的人 我們是一些有科技方面的經驗的人 亦有一些在社會服務有經驗的人 我們打算把這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就變成用科技是用於社會創新 並且用一個企業的形式去運作 幫助視像人士主要有兩個產品 一個就是一個手機用程式 叫做V Voice Plus 月星2 另一個就是一個智能眼鏡 叫做月星眼鏡 這兩個產品 他們的原理就是結合真人和AI 來為視像人士 或者是低時的長者提供視力協助 低時的長者或者視像人士 他們可以透過拍照 然後將一些文字變成聲音 讀給他們聽 又或者在一些較為複雜的情況 他們可以透過一個視頻 連接到真人的後台 這些人可以是一些義工 或者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他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 他們可以即時透過一個視頻 叫做得到一些即時的協助 對於照顧者來說 他們就可以遙距地看到視像人士 眼前有些什麼 或者是提供即時的協助 因為很多時候 那個照顧者 未必在視像人士 或者是在容家身邊 但如果透過這個APP 或者透過這個智能眼鏡 他們就可以遙距地幫助到 他們的家人或者是他們的朋友 困難主要有兩方面 一個就是技術方面 另一個就是Network方面 技術方面 首先就是因為視像人士 有他們獨特的需要 因為他們使用智能電話的方式 跟一般人有些不同 我們其實開發的產品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多些去注意 他們怎樣使用智能電話 以及去配合智能電話 本身有的一些功能 這些就是技術上的 我們都透過多些跟用戶溝通 不斷試錯 令到產品越來越好 這個就是技術方面 另外Network方面 就是我們都需要找多些合作對象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太多人認識 所以就未必有很多人去主動去用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們就在這方面 就要花很多時間去接觸一些不同的NGO 接觸一些不同的機構 讓他們可以了解多些這個產品 以及知道怎樣去用這個產品 我們也有跟一些大機構合作 我們也有跟一些大機構合作 譬如說是Microsoft 我們有一個Partnership Microsoft他們的強項 就是提供一些雲端 以及一些人工智能的後台支援等等 我們就透過跟Microsoft的Partnership 我們就得到一些 譬如說是可以把我們的人工智能的模特兒 就放在他們的雲端的後台 另一方面我們都可以利用 一個叫做Microsoft Azure的工具 去訓練我們的人工智能 令到我們那個人工智能的 Capacity是更加上升 令到可以用家是可以更加順暢 我們現在就透過結合真人和AI 來為視像人士提供視力協助 我們其實長遠來說 是希望將AI的比重是越佔越多 因為其實AI透過不斷地 去做一些工智能的訓練 其實它們會變得越來越準確 當它變得越來越準確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多些 是靠自動化的AI 來提供視力協助 真人的部分就可以減少 我們現在開始推出我們的產品 可以說是一個開始的階段 我們首先就是推出了手機應用程式 這個已經是運作了大約有兩年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就會推出我們的智能眼鏡 大概就會在年底 或者是明年初的時候正式推進 這個就是我們發展的方向 就是將AI由軟件應用到不同的硬件上面 我會建議想裁面的人士 多些從用家出發 首先就是先了解用家 他們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然後再訪問一下他們有什麼痛點 然後透過真的解決痛點 來提供產品 我們覺得首先就是做一個 動物調查是最重要的 這是第一樣的 第二樣就是他們可以用一些 現有的一些產品或服務 去試一試他們的想法是否對的 例如他們可能跟Microsoft 這種機構合作 先用他們現有的一些AI 或者現有的一些雲端功能 去測試一下他們的產品 是否有用家是樂於去用 來個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